三天之后 先进东宫 太子妃 咱们公子回来了 绿竹 你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 都到东宫门口下马了 我听到消息 一路跑来就先告诉你的 回来了 太好了 公子可是一个人回来的 这好像是 也好 见不着面 但是总能知道 他们的近况的 阿姐 阿姨 瘦了 也黑了些 这三年 真是辛苦你了 不辛苦 快 坐下说 你自己回来的 那 有人照顾他们 阿姐放心 莫主给我带的信 我看过了 事情可是要结束了 是的 证据已经收集的差不多 我们的弟 绝对不会枉死的 等事情解决了 你们也就能够回京了 当年 那么多双眼睛盯着萧家 恨不得能够将萧家和东姑 一起拿下 他们离外勾结 却还给我们萧家军 扣上那么大的罪名 我绝不能让他们好死 你 阿姨啊 我发现 你这次回来变了 是吗 阿姐觉得 哪里变了 也说不上一个具体 就是觉得变了 而且啊 是往好的方向改变 之后 姐弟俩就聊了很多 包括孩子们 这三年 在偏僻的小乡下 隐姓埋名 对于孩子们的近况 萧姐语听了许多 也是了解了许多 心里想念 却是放心下来 毕竟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能接孩子们回来了 可是 这三年 倒是耽误了你 要不是当年那样 你也早该娶妻生子了 书记 你也快二十五了 等事情了了 你们回京 姐姐 一定给你找个 你喜欢的好姑娘 不用 我刚回来 先去歇息 为 为何不用 这时候 萧姨已经走出去了 因为 已经有了 她 她说有了 是什么意思 公子的意思啊 就是她已经有 喜欢的姑娘了 不可能啊 她连燕京里 那些大家闺秀 王公贵族之女 都不感兴趣 还能对偏僻乡下的村姑 胭脂俗分有兴趣 那我倒是想要看看 她喜欢的姑娘 到底有何处讨得欢心 你快去找一下 我藏在箱子里的血浊 您要做什么 那血浊可是 长公主佩戴过的 整个燕国 就只有这么一个 长公主先逝时 曾经嘱咐过 说这血浊以后 世世代代传给 萧家主母 哎 你懂什么 这小子 笑来执拗 但凡他看上他 就一辈子认准了 他喜欢的姑娘 以后 可不就是我们 萧家的主母了 是啊 去找出来 我交给他 让他回去 拿去哄哄人姑娘 带上我萧家的血浊 以后 可就是我萧家的 儿媳妇了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